好 第一步我们把U星区分开 首先先分好前后分区 好 先看好转角区 转角线在两个面交接的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好 把它划分到退化点的位置 方法相同 另一侧 好 我们把上面的头发先夹起来 好 在后边我们去连接 两条分区线就可以 这样我们就把顶区的U星区分出来了 好 大家看一下分区 首先我们在裁剪的时候 要在两侧开始修剪 斜后 我们在底区要剪一个去除 90度拉高 水平地面 拉出头发 略微向前靠一点点 然后剪一个直角的切口 在这我们稍稍量一下长度 剪一个去除 第一刀我们并角的长度就定好了 然后我们平行 第一区的分分线 方法相同 向前微微的靠 来 继续 重复刚才的步骤 然后继续向前靠一点点 这样呢 闪片就把我们并角剪出来了 好 后边继续 到后区啊 到后区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斜线一直分到最下边 好 继续 继续向前靠 到整股区开始内收 把下面收短 好 再往后呢 都沿着这个导线 继续 重复刚才 好 继续 到下边逐渐内收 守卫 守卫要这样收 把下面收短 好 继续 注意 向前靠的不要太大 如果你向前靠的太大呢 你后面就会放的很长 继续 微微的向前靠一点点就可以了 只要我们横向拉起来 有一个前短后长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可以 来 继续降低 仍然是斜线 咬sh 继续 好 剪到过了中线 我们就从另一侧开始修剪 这边方法相同 第一步斜后 这种方法大家经常能看到 在短发 超短发当中经常使用 好 我们先量一下长度 下边先放长 然后输下来看一下两侧的对称度 放长了一点点 你剪另一侧两边七导线的情况下 你剪另一侧一定要先放长 如果剪短了那一侧 另一侧全都要重剪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有刻意的放长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再去对照长度 再把放长的磨掉 你只有这个方法才是最保险的 好 来 第二步方法相同 向前靠 好 第三片 仍然延续刚才的方法 好 到第四片 我们由上边直接分到法际线 直接分到法际线 然后上边 按照导线开始修剪 向前靠一片 靠一点点 好 反手的时候下边容易放长 那这边呢 我们要向内收 剪反手的时候呢 你的手肘要打开 抬高 好 继续 继续 站位随着头行走 好 向前靠 好 继续 继续 降低 跟随导线 这样呢 我们就剪出一个前短后长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啊 上下是去除 左右是圆 那下边呢 就叫圆形去除 好 剪到中间呢 刚好连接啊 再往下边呢 你就剪不到了啊 好 好 这样呢 我们在横片去检查的时候呢 你会得到一个前短后长的这样的一个圆形的形状啊 把所有的头发 长的头发向前梳 向前梳 看 向前梳 然后在后脑勺正中间的位置 先分一个斜线 先分一个斜线 输过来啊 把它固定在转角的位置修紧啊 把它固定在侧边转角的位置修紧啊 把它固定在侧边转角的位置修紧啊 好 输起来之后 把法片立起来 跟随下面的导线 固定在转角的位置 看 分一个斜线 然后呢 旋转 把法片立起来 好 继续 好 跟随导线 在同一个位置上修剪 继续 这样通过扭转的方式呢 来放长前面跟后面 好 那这个方法呢 是比较经典的一个手法 这么多年了 大家一直 还在修剪这个法型 始终是斜线 向后带 垂直的切口 跟下边的导线是连接的 跟下去是连接的 然后呢 逐渐到前面呢 就跟下去不连接了 是转 在转角的位置呢 是连接的 好 方法相同 把那边所有的头发 拉到导线的位置上修剪 然后把这边所有的头发都拉过来 好 这样呢 我把前面跟后面全固定在转角的位置修剪啊 大家看 然后我们就剪出来一个前面长 后面长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大家看一下 这样就会把前面的大刘海放长 然后我们交叉修剪 因为你只放长这边还不可以 然后我们再把所有的头发向前梳 停到这边的转角线上 斜线 斜线分出来 到转角了 先横梳 扭转 以下面的长度为准 直接进行连接 继续 先横梳 横梳扭转 边立 继续 好 找到导线 方法相同 每一层都是斜线分区 剪垂直的切口 大家看一下 好 上边都是斜线分区 继续 再把所有的头发 再梳到这边来 这样我们顶区就剪好了 接下来我们在头顶的位置 再去一个角 因为我是拉到两边去剪的 在头顶肯定有一个角 我们把头顶的角去掉 来 当我们横片拉起来的时候 头顶是一个角 我们把这个角去掉 向后带 固定在第一片的位置上 如果不固定 前面就被你剪短 这款发型就是一个大刘海 好 继续 固定修剪的时候 你永远要把导线拿在手里 最后一片 好 这样剪好以后 前面的刘海会比较长 这个时候 我们在斜线分区去一下刘海 就可以了 向旁边带 把前面的角去掉一点点 这个原版的发型 就是长刘海的 那你在把它转化成 商业发型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刘海剪短 都可以 那我们练习的时候 先按长刘海练 都是斜线 向一侧带 到那边逐渐剪不到了 我们另一侧方法相同 斜线 斜线 然后拉高 去角 拉高 跟随导线 去角 剪过中线 就剪不到了 我们把所有的头发 拉过来看一下 没有长的 那我们丝发 裁剪的这个环节 就已经剪好了 待会吹干之后 我们再进行处理 那这款发型 之前那种 打长刘海的那个年代 是很流行的 好多明星也剪这款发型 这款发型 虽然现在来看 美感不是那么强烈 但是 它对我们练习 提高基本功 有的很强的一个代表性 那接下来我们把它吹干 好 那这个发型 基础的吹风 已经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把剪过的 齐切口进行揉合 首先先把前驱 先梳起来 夹子夹上 然后每一层用点茧 进行揉合 我们在点茧的时候 尽量用大一点点的剪刀 好 继续 因为这个太短了 所以横片去点茧 当然如果你留的 稍稍长一点点 可以用竖片的形式 好 向后面去延伸 继续 每一片都点茧 下边吐手 去把它打匀 然后在耳上的位置 把外线切出来 好 前面的外线 我们把上面藏的 仍然是夹起来 然后沿着鬓角的长度 向上做点茧 把这个外线剪出来 因为我们是经典形状 所以把它搞得齐一点点 好 这样我们鬓角就切出来了 把上面放下来 上面待会儿再揉合 你不能用夹子长时间的去夹它 上面的头发我们点紧 一直看到这个头发的面比较均匀 就好了 继续 好 下边 我们仍然是徒手剪 把它打匀 然后我们在修饰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对自己剪发的一个检查 你拉起来看这个切口圆不圆 如果不圆 说明你剪的有问题 下次就要加强 如果剪的圆 剪的均匀 说明剪的还比较到位 两边的方法一样 当然了 如果这款发型呢 去按商业裁剪的方法去剪 就直接可以牙剪去揉合 那这个发型呢 在我们这个客户当中呢 先不要考虑 如何去打包 先 先练习到 把这个结构剪得均匀 剪得精准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这边的外线还要调整一下 把下面的外线呢 剪成微微上扬的感觉 好 把耳后的这条线呢 修饰出来 给它一个厚实的外线啊 这边方法相同 我的站位有问题 我看不到啊 我剪的有可能不对称啊 我先让大家看一下 我是如何修剪的啊 然后呢 我把它转过来 转到我能看到的地方 就用点剪 把这个外线呢 修饰出来 剪好了之后呢 中间略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尖啊 涂手剪把它打得均匀一些 这边 这边方法相同 还是要把长的大刘海 把它夹起来 点剪揉合 点剪揉合 每一层都要揉合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也要修出它的外线 剪得厚实一些 涂手剪把边缘的毛罩的清理干净 外线部分清理干净 好 后边的外线 点剪 耳上这个位置呢 真人的话 你会把耳朵 把它扣下去啊 头目是没法扣的 所以我们采用小碎点剪 把它修饰出来 如果站位 感觉不舒服 就立马换一个站位 这边呢 还是比较舒服的 好 那这样呢 我们两侧都揉合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去做上边 上边呢 不要打得太薄 这种经典形状不能打得太薄 还是要稍稍厚实一点点 点减 指揉合发尾 继续 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每一层呢都要去揉合 前面的大刘法呢还是同样 不要打得太碎 点点揉合一下就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这款发型呢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它上面呢是有个上下不连接在前面 下面有一个比较硬朗的这样的一个并角 一个轮廓 在后面呢我也剪了一个比较厚实的外线 它后面的层次比较高 好这是前面的一个效果 当然你可以两边梳啊 好今天的课程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回去呢能跟着咱们线上课程呢进行练习 希望大家早日得到一个提升 好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